而花蓮施工所在2号一大早 也针对民众通报的区域 来加强排水疏通作业 市长物家业亲自到场视察 同时提醒民众要注意台风动向 也做好万全的防台准备 清洁队员撬开水沟盖 将里头的淤泥全都挖除 并用清水冲洗确保排水顺畅 花蓮施工所为了严防 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 从2号一早就针对民众通报区域 加强排水疏通作业 希望能将侯大雨可能酿成的风险降至最低 我们现在就是将我们花蓮市所有的 不管是清洞或是有民众之前陈寢的后 我们都一一的来做一个排除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 如果发现水沟有立即堵住的话 立即通知我们清洁队 那今天一整天都会在我们花蓮市区 做一个排除整个堵舍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 尽量尽量不要往海边去观浪 中台海葵持续逼近 中央气象区也在2号中午左右 发布陆上警报 花蓮市工所团队上警发条 严正以待 市长威嘉燕 除了亲自到场视察清淤情形 同时也提醒民众 注意台风动向 并做好万全防台准备 记者徐立琴花蓮市报导